金融市选举文会主任委员 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与宣委会同仁一起示范如何投票 这次金融市共有市长、市议员、里长及公投四项选举 选举人数都超过30万人 为了加快投票效率,疏解投票人潮 除了增加全市投开票所数量到281处 宣委会方面更针对投票流程进行调整 我们这次有增加了6个投开票所 也就是说在投开票所人数比较多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增加 然后这样可以减少民众投票的时候的等候 那在这边信义区有增加一所 忍耐区增加两所 安乐区增加两所 然后七堵区增加一所 投票为了让它更顺畅 所以我们这次投票的时候是 你领取我们市长的市议员的 然后里长的选票之后 你同时再领取公投票 那在分别依这些圈选完之后 再投入你的票轨 那这样就不用领了票 再重新排队去领公投票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那我想应该也会更顺畅一点 另外因应疫情 金融市讯会方面也规划相关防疫措施 除了进入投开票所前需量测体温 及手部消毒外 对于有发烧情况的选民 更会引导至防疫专用遮瓶区 区隔圈票 我们希望你如果有发烧 我们每个投开票所都会有一个专用通道 也就是说我们进场的时候 一定要量额温 然后要手部消毒 也就是做好防疫的规定 那我们也希望每个选民都能够遵守 牛发也提醒确诊 尚未解除隔离的民众 如果前往投票 事后经调阅足迹确认后 卫生单位将开罚 呼吁民众配合 金融市选委会方面表示 11月26号投票时间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提醒选民记得攜带投票三保 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 前往投票 记者张其滕 金融报道